三厦镜头转回林口要带您看到的是在 立元二阶十二巷口旁边的停车场 很多地方的路基都已经凹陷了 每回就要下过雨之后地面就会积水泥泞 民众车辆进出的时候相当的不方便 因此议员蔡淑君特别会统的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为在林口立元二阶十二巷口旁的停车场 属于内政部营建署的地 可以看到许多地方路基都已凹陷 每回下雨过后地面都会积水泥泞 民众车辆进出时相当不便 东市里长李文姬及社区主委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君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看 希望在议员的协助下能够争取经费进行改善 就是这个公有停车场嘛 那就是因为目前这块土地不是我们国宅所有可以管理的地 那变成年久失修地面坑坑洞洞洞 有时候呢又会有一些垃圾砸草重生也被开过单 那希望就是可以请那个议员啊 林长里长可以帮忙看能不能拨经费来整修一下 让我们社区的居民可以有比较良好的居住环境 各单位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地平是凹凸不平的 那在用路人的方面呢会觉得是非常的危险 那在里长的一个强烈的要求之下呢 淑君这边也协助了各单位协调各单位 那这边在我们的呃城乡局的部分 会拨与经费给我们的就是公务局的养工处 那预计呢会在4月23号然后到4月底进场施作 会看上市议员蔡淑君表示 停车场内有许多的问题有待改善 他也要求各相关单位紧速处理 那在标志标线的部分呢 这边就为请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停管科来协助 那另外呢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树都非常的大 茂盛长得很茂盛 那也会造成用路人在晚上夜间的照明不够清楚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为请新北市政府警官处 然后来协助我们把树做一些微调跟修剪 停车场的路基改善将于4月23号到30号期间施作 并且会先张贴公告 蔡淑君议员呼吁事工期间请民众配合 不要停放车辆在此 如果有尚未驶离的车辆 也为其拖掉车拖至他处停放 以上新闻记者胡宇轩林寇采访报道